法官延長合約案 大家好,我是白哥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法官延長合約案 Aaron Judge成為了最近棒球迷討論熱度最高的話題 除了他在薪資仲裁的部分提出一年2100萬美金 與楊姬所提出的一年1700萬美金有落差之外 還有就是他婉拒了楊姬所提出的七年高達2億1350萬的合約 這份合約平均一年年薪3050萬美元 當時消息一出球迷們全部炸鍋 炸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就是為什麼楊姬開這麼大份的合約送給一個近幾年飽受傷病困擾的球星 第二就是法官為什麼要拒絕啊 這份合約看起來基本上就是overpay啊 還敢耍大牌啊法官 不過本次我們將會以楊姬的觀點還有法官的觀點下去討論 首先我們先來講楊姬部分的觀點 首先Jorge在近幾年已經證明了他可以跟紐約這座大城市生存 尤其是當MLB一直將Jorge打造成跟Mike Trout同等級的球員時 就讓Jorge賺了不少的廣告費用 所以在商業效益的部分來說 Jorge是會替楊姬加分的 再來就是球場上的價值 究竟這幾年還有傷病的困擾 如果他答應楊姬的這份合約 他在31到37歲這幾年都不用擔心合約的問題 平均年薪三千零五十萬 讓他一躍成為大聯盟外野手的第二高 只輸給Trout 甚至還贏過了Mookie Bass 這份合約其實對於楊姬來說蠻沉重的 對上已經有一個平均年薪三千六百萬的Gary Cole要處理 還有我們也不能忘記的John Carlos Stanton的2900萬年薪 楊姬日後如果保持競爭力的話 應該會年年都超過豪華稅限 所以可以看出楊姬蠻有誠意的 也難怪在Judge拒絕這份合約之後 楊姬經理Cashman直接在記者會上公佈了他們所開出的合約 這個舉動我認為是個雙面認 首先對於楊姬有利的是 近幾年來不少楊姬迷認為楊姬補強不力 並沒有簽下幾個大咖球星 所以楊姬迷的怒火現在已經燒到了一半 當看到楊姬打算留住法官 就想說那先壓壓脾氣 想看楊姬這是要怎麼操作 結果又傳出談判破局 楊姬迷極有可能會滿腔怒火直接爆發 但這下Cashman直接宣布合約內容後 他也把鍋直接丟給了 全程自己想成為終身楊姬人的法官 同時經濟公司也會有壓力 因為楊姬部分已經將合約價格公開出來 如果寂寞經濟公司談到更差的合約 鐵定是會被說得嘴的 不過反面來說 楊姬也跟法官鬧翻了 因為還沒有完成談判的狀況下 直接公佈價碼 是會影響到雙方的互信基礎 雖然也會有人說 記者可能會爆出來 不過直接宣布跟間接曝光 其實還是會有差的 而且哪個球員喜歡被自己的母球隊說成是貪官的 雙方的感情有可能會破裂 尤其在雙方忌重還有薪資仲裁 寂寞還可能要談續約的狀況下 Cashman公佈價碼這件事情 一定會讓雙方的態度有所改變 George在之後也有在記者會表達不滿 他認為合約價碼應該是楊姬跟經濟團隊之間的秘密 但他沒有辦法控制另一方要說什麼 這代表他對楊姬是有點失望的 現在我們來說說George的觀點 對於法官來說 這份合約應該就是生涯的最後一份大合約 所以可以想像他一定想簽個終身養老約 不過楊姬所提出的年份 其實據說跟他本人想要的八年相去不遠 所以我認為主要還是價碼問題 平均三千零五十萬其實已經不差了 不過身為紐約看板球星的法官 他想追求的應該是Trust等級的大約 或許不用到三千七百萬這麼高 但三千五百萬有可能是George想要的數字 況且紐約是抽9%的周稅 3.9%的城市稅 而這個數據是我去網路上查出來 如果現在有在調高的話觀眾可以再告訴我 不過這樣算起來我們算13%的話 George三千零五十萬元的年薪 你才實拿兩千六百五十萬左右 這可能是他考慮的一個點 再來就是跟其他自由球員比較 Ansoni Rendon的表現當然沒有George來的好 但他在幫助國民拿下冠軍後 跟天使簽下了一張平均年薪三千五百萬的合約 再來是同城的大都會 他每用十年三億四千一百萬美金 綁住了Francisco Lindor 而且Lindor去年還沒有證明自己能夠在紐約生存 雖然對於外野手來說可能沒有內野手那麼值錢 或但或許法官認為他至少值得三千三百萬以上的合約 所以他才選擇玩具楊姬所提出的延長合約 同時他也向記者表明 楊姬將成為他年底選擇三十支球隊中的其中之一 最後說說我的立場好了 我認為七年平均三千零五十萬 真的算是很有誠意了 法官是有傷病問題的球員 我們如果要評論的話 沒有辦法像前面用Mookie Bass 或者是用Ansony Randon 這幾位的傷病問題都沒有那麼嚴重 甚至Randon是簽下大約之後去年才在傷病明蛋堂的一年 所以我們要以藍鳥簽下George Springer的合約為基準下去討論 當初Springer也是在擁有豐富傷病史的狀況下 和藍鳥簽下了六年一億五千萬的合約 不過法官的打擊成績貢獻一定是高於Springer的 所以我當時認為給到平均年薪兩千八兩千九應該都算是差不多的 但楊姬給到了三千萬以上 雖然只是三千零五十萬啦 不過我真的覺得已經很有誠意了 而且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他們已經被Gary Cole還有Stanton的大合約卡住了不少的薪資 再加上法官這合約的話 楊姬未來應該是豪華睡覺不晚 而且這幾份合約都是長約 這一卡都是卡好幾年的 所以縱觀全局 我認為楊姬在序留法官這件事情上面 展現了很高的誠意 至於法官這邊 我是對於他進到自由市場 還能不能拿到這麼高的價碼有所存疑 他的傷病歷史還是擺在這邊 一定會讓各隊對他的表現會有所存疑 能否簽到法官心目中的那個價也是個大問題 以上就是白哥這次的介紹啦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掰掰